小姐 站住 小姐 站住 小孩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喂 德总 小姐又跟丢了 你先在这儿待着 等姐姐忙完 就送你回家好不好 姐姐好帅啊 你可以带个妈咪吗 服务员 小宝的妈咪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 你就带我妈咪好不好 好 只要你乖乖的 姐姐等会儿在那儿陪你啊 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 立夏 你在这儿上班啊 当初你离开家不是挺傲气的吗 怎么现在落泼到给人提鞋了 传出去可别说你是我姐姐 丢脸 你和你妈纠缠缺套 居然还有脸在我面前要我扬威 你 我跟你一个服务员致神气的 等我和上林集团的总裁相亲成功成为总裁夫人 到时候你见我一面可都难了 你的私事就没必要跟我汇报了吧 买不买鞋 不买请离开 谁说我不买鞋 就这两双 这是本店的心话 院长没教你怎么服务客户吗 给我惯啊 愣着干嘛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这两双鞋都是纯手工定制的 我们只开放给VIP客户 这双两万八 这双三万八 一共六万六 请问怎么支付呢 什么 我在考虑考虑 你干什么 你不是考虑考虑吗 我发到班纸 你让大家一起帮你选一选啊 你看 大家多说好看的 钱贵啊 没事 我告诉他们 你没钱买 谁说我没钱的 一共六万六 早码还是刷卡 刷卡 谢谢你啊 这两双鞋给我两个月都提成了 欢迎下次帮您 你给我等着 别挡到 疼不疼 妈咪 妈咪 这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该不会失去给别人当后妈了吧 哪疼啊 还有钱吗 准备好医药费 她就这么一点伤 用得着吗 真着急 医药费是给你准备的 欺负我们小宝 看我今天不做你 揍小 哪来的小孩 哎呦 宝宝小姐 您这是 你们店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 立夏 谁让你带小孩来上班的 你知不知道 你冲撞的 可是上林集团未来的总裁夫人 敢动手 不想干了是吧 是她先欺负小宝的 那又怎么了 说不定是小孩调皮 冲撞到了宝宝小姐 罚你两个月工资 就当是给宝宝小姐 给你道歉 行什么 就凭这个商场是上林的 光扣工资有什么用啊 我要让她消失光 明白 听到了吗 宝宝小姐都发话了 扣除你所有的技巧 赶紧收拾东西 立马滚蛋 我看谁敢 给宝宝小姐